常常那樣的人 其實是長期以來造成文化腐敗的人 或是機構 這也應該可以證明 就是我們不能相信人 因為人會讓我們失望 如果我很樂觀的話 我會認為說 我們保守派經過這件事情了之後 應該會更了解人性 但是我這個人 就是不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因為我認識有些人 是支持 Kanye West的說法的 認為右派應該要那樣做 那個人自稱是基督徒 然後支持希特勒跟納粹 然後我想要幫助他 我跟他一起讀聖經 然後他竟然覺得聖經好無聊 沒什麼好瞭解的 我還認識很多人 很多基督徒認為說 這個就是啟示錄的道路 這個就是最終的結局 還問我們說 我們這些事工到底有什麼意義 反正世界就會摧毀了 耶穌會來了 然後這個就是結局 那我們在這邊努力什麼 這也是令人感到很沮喪的 還有人私訊直接問我 我們之前不是說 Kanye West 很好很棒 那現在咧 基督徒咧 保守派咧 你們基督徒就跟 Kanye West 一樣都是神經病 或許有些基督徒 就因為這個樣子被打倒了 因為他們曾經是把 Kanye West 當成一個為了生命奮鬥的英雄 而抵抗好萊塢的英雄 所以他們會一蹶不振 但是其實我們不需要被打倒 我們也不應該被打倒 或許你之前有幫 Kanye West 說話 或許你覺得他之前說的很對 但是你現在也可以說 他有很大的問題 他需要幫助 你不需要因為他的行為 打亂了你的價值觀跟你的信仰 你可以繼續的為正義而戰 我看到很多人到現在還是一錯再錯 繼續幫 Kanye說話 所以形成了另一種的陰謀論 在網路上會有article上面寫說 Kanye West 上節目幫希特勒說話 只是他在強調耶穌的愛 基督徒應該要有的愛 耶穌都說你應該要愛你的敵人了 但是這並不是 Kanye West 說的 他說得很清楚 他說 I like Hitler OK He like Hitler 不是 I like Hitler OK 他喜歡希特勒 他不是說愛 而是說喜歡 OK 聖經上沒有教我們要喜歡所有的人 而且絕對沒有教我們要喜歡一個 大屠殺的神經病 而且 Kanye West 還說 希特勒有很多值得愛戴的特質 說我們不應該貶低納粹 這已經不是聖經上說的要愛你的敵人了 這只是神經病了 那今天節目最後還想要強調一點 就是這一段 就是這是左派最想要看到的 設想這整件事情獲利最多的是誰 其實就是左派 如果我們在這邊創造一個陰謀論 來解釋 Kanye West 為什麼要這麼做 為什麼要幫希特勒說話的話 我會說其實他是一個左派 然後他進行一個自殺任務 要抹黑所有保守派跟基督徒 當然我不是這麼想的 我不認為說這是一個什麼陰謀論 我純粹就是認為說他是一個病人 然後需要幫助 但是如果有陰謀論的話 這是唯一可以合理化 Kanye West 行為的方法 因為他的行為沒有幫助到任何的保守派 右派 基督徒得到任何東西 只有左派可以說 你看 那個就是保守派 OK 那個就是神經病 OK 這裡只有左派在獲利 他們不會難過 他們還想要更多 他們希望有更多保守派的英雄 因為這個樣子的東西爆紅 因為 Kanye 是個明星 他有明星光環 當他帶出去一群很想要出名的保守派的人 一起跳到山谷的時候 同時也會帶著那一群想要靠著 Kanye 大紅大死的那些人一起掉下去 那些人或許很聰明或許很有想法 但是他們也會一起掉下去 他們的名譽 信譽 聲望會一起被摧毀 整個過程獲利的只有左派而已 Kanian West需要的是幫助 他精神有問題 他思路不清晰 他需要幫忙 而不是更多的目光 所以我花了一集在解釋完這個Kanian West事件之後 我就不會再提到他了 因為他不需要更多的注意力跟目光 那這整件事情能告訴我們就是 我們真的不能崇拜偶像 我們真的不可以有亡 還有除了聖經以外 我們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標準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努力的每天讀聖經 我們才有可能不用說什麼翻轉世代了 能保持自己不要變壞就好了 不要敗壞就好了 我們管好自己才有可能當這個世界的眼光 人會敗壞 不只像Kanian West那樣子的人 就連牧師也會跌倒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大概是去年還是前年 有一個很有名的牧師 Rabby Zachariah 什麼特惠都是跟一堆大牧師在一起的 什麼Francis Chan Todd White Bill Johnson Mike Bacco 講得很棒 好有能力 結果死了之後 被抱長期去妓院 然後讓好多的基督徒跌倒 如果我們崇拜的不是神 而是其他東西的話 包括愛 包括牧師 包括教會 包括學歷 包括我們一般認為是好的東西 就一定會讓我們失望 就一定會讓我們跌倒 這個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透過Kanian West這件事情 我們要學到什麼 來幫助我們自己的人生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認罪悔改有多重要 在教會裡面 我們常常做一些鼓勵自己的事情 我們的先知預言 從原本的就是依照聖經的律法 說實話讓人悔改 變成了鼓勵讚美的一個預言方式 Kanian West把自己身邊堆滿了鼓勵自己的人 讚美自己的人 讓他自己在讚美中精神錯亂 我們的教會 或者是我們自己常常做一些感動自己的事情 我們去非洲建學校 卻忽略最需要學校的其實就是我們自己美國的孩子 我們去哪裡哪裡發麵包食物給流浪漢 就忽略其實在自己身邊 甚至在教會自己教會裡面 也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而且沒有政府幫助的人更多 我週末的時候參加了一個活動 遇到了一個媽媽 她跟我說 她不認同我們節目上講的東西 她說應該用愛來感化年輕人 給年輕人更多的鼓勵更多的光懷 更多屬於年輕人想要的活動 基本上就是把年輕人當成Kanian West一樣 用鼓勵跟讚美包容 那我跟她辯論完之後呢 那個父母就問我說 那要怎麼樣跟年輕人說話 年輕人就是不聽話啊 父母除了禱告還能幹嘛 我在這裡把問題分成兩個 第一個就是禱告是為了什麼 第二個 年輕人為什麼不聽話 禱告是為了讓我們能更了解神的心意 是要讓我們知道神要我們做什麼 交托的意思不是什麼都不做 而是要用神的方法去做 知道之後我們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年輕人不聽話了 聖經上面說 孝敬父母或是尊敬父母 英文是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如果我們對於honor這個字 有任何認知的話就會知道 honor是需要被爭取的 honor is earned 就是如果要孩子孝敬 或者是尊敬的話 父母就要當一個值得被尊敬 或者孝敬的父母 honorable parent ok 小孩的成長過程當中 你只在乎他有沒有上學 沒有帶著他成長 把他的教育全部交給學校 然後呢你因為晚下班 再把他送到補習班 沒有帶他讀書 沒有教他道德觀念 然後你現在說他不聽你的 只在乎朋友變成那個左派 父母如果沒有在孩子成長過程當中 當一個值得尊敬的父母的話 那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時期 就不尊敬父母 我們當基督徒的每看一件事情 永遠要想的就應該是 我們做錯了什麼 然後我們要怎麼做才可以更符合神的心意 很難聽更難做到 但是這個就是事實 我們做基督徒的有義務要有責任 從小就要帶著孩子成長 掌握他的教育 親自的當一個值得尊敬的父親或者是母親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的小孩已經長大了 已經是個teenager了 甚至已經被左派洗腦了 那你應該怎麼辦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從現在開始 當一個值得被尊敬的父母 你要放下你自己是父親或者是母親的高度 找你的兒女跟他們說 對不起 我在你成長的時候 並不是一個好的父親或者是母親 我沒有做一個好榜樣 我沒有帶領你成長 現在我們兩個在神的面前一起認罪悔改 我們一起來討論神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一起請神到我們當中 一起讀神的話 一起恢復我們父子或者是母子應該要有的關係 之後你們兩個在一起慢慢的去了解聖經的價值觀 要解決任何事情的方法就是認罪悔改 一群婆婆媽媽聚在一起禱告 然後說出自己孩子多不聽話 然後最後說一切交托神啊對不對 兒孫自有兒孫福 是不負責任沒有悔改 而且是沒有任何用處的浪費時間而已 造成的就只是你們把你自己當成 Kanye West 身邊圍繞著一群跟自己一樣的 Noninokoru 然後你的孩子也把自己身邊圍繞著跟他一樣的 Noninokoru 然後再聽劉子俊在那邊講到 然後在那邊互相指責說 對方沒有說話的藝術 對方不應該這個樣子說話 對方沒有神的尊榮而已 唯一能打贏這場文化戰爭的 就是我們自己認罪悔改 唯一能改變翻轉這個時代的 就是我們自己檢討自己變得更像耶穌 而最能摧毀教會的 是每年跨年新年跨年的時候宣告 要跨越突破恢復更新 然後遇到問題的時候 什麼都不做說一切交給神 我知道聽起來很不爽 我知道大家也不想聽一個就是36歲 又沒有讀過神學院 也不是牧師 在這個地方說 你們家發生的事情應該怎麼辦 但是這個就是事實 這個就是為什麼 翻轉文化 不能靠什麼明星 偶像 川普 Desantis 右派左派 翻轉時代 是要靠聖經 還有我們有沒有真正的認罪悔改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健康 evangelize 成功 autumn 煎 小 是 詞